广东队新消息 胡明轩是否离队有了结果 杜丰又收到一个好消息 目前CBA总决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辽宁队在各种实力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轻松拿下第一场比赛 大比分1比0领先于广沙队 今晚双方继续进行系列赛第二场比拼 不过在关注总决赛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外界的信息 一些球队的动态 就比如 上赛季的总冠军广东队又有了新消息 因为在半决赛中输给了辽宁队 目前广东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训练中心 开始全力备战下赛季 不过这个休赛期他们可不消停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胡明轩身体 因为就在就在这个夏天 广东队7名球员合同到期 球队将面临大量的合同续签 纠结点就在于给谁顶星 因为按照CBA的规定 每个球队最多三个顶星名额 广东队任俊飞早就占了一个 剩下的两个名额将会在这三个人中产生 而外界球迷呼声很大的 就是给赵瑞和周鹏顶星 因为胡明轩这个赛季表现得很一般 甚至季后赛出现低迷的情况 再加上他上赛季还是总决赛MVP 两个赛季落差太大 所以很多球迷希望胡明轩可以再沉淀下来 有的球迷透露说 胡明轩就是想要顶星 如果不给顶星甚至都想离队 其实这个说法不存在的 因为胡明轩不可能离开广东队 一个是因为广东队培养了他这么多年 各种荣誉拿到手软 总决赛MVP 全明星首发 南篮国家队等等 同时胡明轩和杜峰指导来自一个地方 也受到了杜老大的亲自教育 他不可能因为薪资问题 轻易离开 而广东队也不会放弃他 双方的结果大概率会是给 一个不错的短期C类合同 等到胡明轩沉淀下来 更加稳重以后给顶星 毕竟他才24岁 还很年轻 未来可期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球队的第一 外援马尚布鲁克斯终于要回来了 马尚布鲁克斯是上个赛季在没有 对抗的情况下造成了跟剑断裂 这一伤就是一个赛季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广东队的人意 外界市场很多万元却还在等着马尚布鲁克斯回归 众所周知 马尚被称为小科比 得分手段非常丰富 尤其是关键时刻的得分能力很强 这是维姆斯也比不上的 有消息称 维姆斯这个赛季状态不好 目前已经回家 下赛季大概率是不会加入广东队了 这个时候马尚布鲁克斯的回归 无余是雪中送炭 莱多下赛季应该还会留队 不过还是要看他的表现 不能起起伏伏 广东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当然球队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大外援 意见连年纪表达了 统治力下滑的比较快 其他球员难堪大任 加入大外援是最着急的 辽宁队莫兰德这个赛季的表现 想必大家都看到了 他是击败广东队的重要球员 广东队去年夺冠 也是因为有个大外援汤普森 所以中锋外援引入迫在眉睫